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的同时 中国南方地区打从6月开始到现在 还持续被强降与袭击 造成当地有26个省份爆发严重洪灾 山崩 土石流等等灾害 也导致超过120人遇难失踪 多栋房屋和农地被摧毁 数百万民民众的生活受到影响 更直接冲击416亿人民币 相等于253亿令吉的经济损失 中国中央气象台从6月2号到7月2号之间 所发布的豪雨警报当中就显示了 过去一个月之内只有一天 只有一天没有发布豪雨警报 其余的时间当地都是强降雨的 这也是打从2010年 2010年有豪雨警报记录以来 同期内最多的一次 但更糟糕的是当地气象专家已经预测 未来几天在湖北湖南以及安徽等省份呢 还是会继续被暴雨袭击 过去两天遭到史上最强暴雨袭击的中国武汉 多处出现水灾 昔日的闹事变成一片汪洋 有关当局也马上派人临时搭建那些 被洪水摧毁的道路 同时清理市区道路旁堵塞的排水口 让积水可以快速散去 并指挥民众避开淹水路段 镜头转到受梅雨封面影响的日本 跟重灾区雄本县比邻的福岗县 也出现低防溃堤的情况 造成街上氾濫成灾 民众和车辆都被迫在水路上行走 至于在雨势逐渐缓和的雄本县 当地民众也自发性地清理 遭到洪水冲刷而残留下来各种垃圾的街道 根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指出 连日的暴雨已经造成50人死亡 14人失踪 他也预料暴雨还会持续两天 也可能会引发更多泥石流等灾害 另外位于雄本县的日本三大脊流之一 球摩川周遭地区如今泛滥成灾 多处山里倾泻导致道路中断 当局已经出动由警方 消防员和自卫队组成的队伍 展开灾后缩救行动